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呢,讨论一个特别可笑的一个话题 就是昨天的时候呢,台湾的立法会,然后发生了一场闹剧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特别好笑 在台湾的历史上呢,其实他们的闹剧呢,在立法会上上演的闹剧呢,是经常发生的 那在这个香港也有发生,在美国也有发生 在美国呢,就是前不久是 是因为哪一件事来着 好像是因为弹劾川普啊,对,弹劾川普的那个听证会 因为众议院呀,由民主党主持的那个听证会呢 正在闭门召开 就是有的人可以参加,有的人不可以参加 那共和党这边呢,那些议员就联合起来说 要冲击那个正在闭门开会的那个会议室 说他们要进去参加 然后呢,他们就集体来冲击 冲击进去以后呢,本来那个国会里头 是不可以这个录像的 你的手机呀,什么都不可以带进去的 这种电子产品不可以带进去 结果呢,他们就非得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呢,还跟那现场跟那直播 放到那个网上,也特别的搞笑 就是这种所谓的民主体制里面吧 我以前我说过哈,就是这种民主的体制呢 它本质上呢,必然是导致分裂的 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民主体制呢 就形成了一种打群架的一种格局 其实就是打群架 你就看立法会里面啊,是谁的人多了 基本上谁的人多,哪一边的法案呢 就通过的多 另外一边的法案呢,就可以完全通不过 他们经常的是呢,提出主张的这一边呢 还有反对的那一边 如果说这个一党提出来这一个主张 那另外一边呢,我就坚决反对 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你比如说这一次美国弹劾特朗普的这件事情 对吧 弹劾特朗普就是因为有吹哨者出来说 特朗普确确实实是联合乌克兰的一个总统 川普呢,亲自给乌克兰的总统打电话 跟他说呢,要求他来调查拜登和他的儿子 那之后呢,因为乌克兰一边 没有把这件事情呢,马上付诸实施 然后呢,川普政府就扣着他的一笔军费不给 就给乌克兰压力 让他呢,来调查拜登 就是这一件事情 那这个民主党这边主持的国会呢 这个众议院经过两轮的调查 而且呢,到国会来作证的这些人呢 还都是共和党这边的 都是那个五角大楼的官员呢 还有川普身边的工作人员呢 还有派驻到乌克兰 以及欧洲的那些有关人员呢 全都是这些高官呢 全都是直接和川普以及他身边的人对话的这些高官呢 他们出来作证的 作证的结果呢 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这些事呢 就全部都被证实了 是真事 就这么一件事 那众议院呢 就打一个报告 到了参议院以后呢 因为参议院那边 共和党是议员占绝大多数的 结果呢 共和党的那些议员呢 只有一票跑掉了 我记得呢 是只有一票跑掉 然后其他呢 全部都是反对的 就是说 那些个证人 已经做了那些证了 就完全置之不理 我不管你证人说了什么 我不管那个录音是什么 我不管你川普在录音里面 在打电话的时候说了什么 那我就是反对你这个弹劾 这不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吗 置事实于不顾 置这个逻辑于不顾 我就是反对 那不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吗 对不对 有的时候他们反对呢 还可以特别特别的荒唐 你比如说这次哈 弗洛伊德这件事情 引发了他们美国的 全美国范围当中的 这个大暴乱 大抗议 这一次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呢 就被民主党这边所利用 被他们就利用了 这件事情呢 就闹得这个沸沸扬扬 然后呢 还使得川普的支持率呢 大幅下降 而拜登的支持率呢 大幅上升 现在他们之间的这个差距呢 是越来越大 从这个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 现在呢 有可能他们之间的差距呢 要涨到百分之二十几 说是如果他们之间的差距 再进一步扩大的话呢 这个选举就不用选了 因为这个川普呢 支持率太低了 川普现在呢 他都有一点 他自己都有一点认输的那一架势 他自己 他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呢 或者记者会上呢 他都讨论过 他都说过 说他还攻击呢拜登 就他那德行样 他还能当总统 你看他 有一个当总统样 你们要选他 对吧 你们选他不选我 然后您选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个总统啊 极力的来乌化这个拜登了 也确确实实呢 拜登也不是一个很强的 一个竞争对手 对吧 也不是一个很强的竞选者 好 那说他们就是说 现在呢 眼瞅着民主党这边 占了优势了 共和党这边就不占优势了 对吧 这个优势呢 完全就失去了 完全出于一个劣势了 那共和党这边呢 他们就有一点这种 说不好听的话 就跟那个狗急跳墙似的 我刚才说的 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就是有一个 共和党这边的 有一个议员就提出来了说 就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弗洛伊德 被那个肖万那个警官 贵博而死的 这一段视频呢 是一个假视频 说是演员演的 那里面的弗洛伊德呢 也不是真的弗洛伊德 那里面的肖万呢 也不是真的肖万 说那个弗洛伊德呢 他这个人实际上呢 早在2016年就已经死亡了 这回呢 是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演员演的 然后那个肖万呢 也是一个演员演的 还有没有有信呢 说是哪个哪个人演员演的 你说这个多么的荒唐啊 特别的搞笑 对吧 你说这种事情 这些政客们 一天到晚都在干这个 你人民这些血汗钱 你纳税的这个血汗钱 他们挣钱可不低 供着他们 他们就一天到晚的干这个 你说你人民生气不生气啊 对吧 再说回来 台湾发生了什么吧 台湾呢 现在我们都知道哈 在台湾的立法会里面呢 民进党是占了多数席位的 国民党呢 是34席 民进党呢 是68席 民进党是占绝大多数的 那这一次呢 他们是因为什么呢 这次有一个 监察委员的一个提名 这个监察委员的提名呢 是一共27名 但是呢 其中24名都是民进党 这样国民党呢 就非常的不服 觉得这个太不公平了 因为国民党现在 它是一个反对党 对吧 民进党是执政党嘛 他们是反对党 那作为反对党呢 他们就要对这次的提案呢 进行反对 呃 这次呢 我们都知道呢 民进党就特别善于搞这个 冲击立法会 他们上一次冲击立法会 搞的阵仗呢 是特别的大 特别的成功 那这个当时是国民党执政了 现在是这个 国民党是在野 那国民党这次呢 也搞一个冲击立法会 国民党呢 事先啊 说这次事情呢 这次冲击立法会呢 事先是保密的 他在前天晚上的时候 就秘密的来冲进这个立法会 晚上啊 成功的冲进 因为事先是没有防备的 那冲进去以后 他们就在里面呢 待了一个晚上 就打算等第二天 立法会开始工作以后呢 他们就站着那个主席台 他们为了能够站住这个主席台呢 他们这几个人就在主席台 那待着就拿铁链子 就把他们这些人呢 人和人之间都拴起来 都和那个主席台拴到一起 那昨天这个立法会一开会 人们来了以后呢 民进党来了以后呢 一看 呦 他们这些国民党呢 就把立法会这个主席台也站住了 然后双方呢 就开始打 就进入了一个混战 之前呢 这一幕我们大家也经常看到 台湾呢 经常上演这一幕 让我们大陆人呢 就看了笑话 大陆人说 我天哪 这种民主 我们不要也罢啊 原来民主是这个模样的 我们就不要了吧 我们不想看到我们那些国家领导人 看到他们这种丑态摆出啊 那他们呢 就在那里大打出手啊 后来呢 还有一个这个议员就出来说 声讨这个民进党 说呢 他当时在那里呢 被他们还锁薄哎 不是说现在美国的这个警察 抗议警察的野蛮执法 呼声最大的呢 就是要取消他们这个锁薄的 勒薄锁薄的这种拘捕行为 台湾就有这一次呢 有一个议员呢 他就出来这个记者会 他就说 他说我当时呢 被他们就勒薄哎 勒薄都快死了 用这种特别的不人道的 这种特别野蛮的这种方式来对待我 他说当时啊 我脑子里面一闪而过的 就是我的仅仅才有一岁零几个月 四个月还是六个月的小婴儿哎 想到了他的孩子 说我不能被他们只有这么活活的勒死哎 就是说他们当时呢 一片混战呢 勒薄的勒薄 抱腰的抱腰拽腿的拽腿哎 然后呢 这个民进党还拿来呢 那种液压钱好像是 他不是拿大铁链子 都把他们每个人拴起来 拴到那个主气台那吗 然后就拿那个液压钱 就把那个铁链子呢 给他剪开 哎 结果呢 经过其实也就是打了有一个多小时 这个主气台呢 再次就被这个民进党又夺回去了 国民党真是挺无力的 挺撒不大眼的 就夺回去了 那夺回去之后呢 下午呢 哎 就正常的就开会了 开会讨论 那27个名单当中 24名是他们民进党那边的呢 结果那个讨论投票呢 就通过了 没有办法不通过 因为民进党他占了68席嘛 国民党只占了34席啊 人家就通过了 说这个民进党占68席 国民党只占34席 你投票的时候 你投不过他 哎 国民党真的是很怂哎 那种混战的状态下呢 就很快 就让人家把主气台就夺回去了 真的是很那个 国民党方面也说呢 是因为他们人少 那你人再少对吧 你34个对68个的话呢 其实这也不是很悬殊啊 对不对 等于说你两个对一个嘛 我们看到如果人急了眼的话呢 其实你两个对一个 你都不见得你能够制服他哎 我们就看香港的警察在制服暴徒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这一群警察就想制服这一个暴徒的时候 这个暴徒如果是他极力反抗 对吧 他手里还有工具的话呢 这一群警察都不见得能抓住他 我们都看到对不对 那警察还是训练有素呢 所以说这个国民党啊 挺怂的 挺怂的 他并不是一个人多人少的事 而是呢 他们就是决心不够大 信心不够大 对吧 没有拼死力 然后再说回来哈 我原来呢 就提出来一个观点说 这个所谓的民主呢 实际上是大群家 你看看没 是不是打群家吧 对不对 就是打群家呀 到最后 人多的那边就赢了吗 你说这是一个政府吗 你民选是民选 但是你选出来以后 这两边 这打群家两边 你说你喜欢哪一边 如果让中国人说的话 中国大陆人说的话呢 哪边都不好 哪边都不好 这哪是政治家呀 对吧 这不是流氓打架了吗 街头的都欧了吗 这也太跌分了 太没素质了 这样的人可笑 对吧 就成了笑话 大陆人呢 现在基本上 看台湾呢 就是一个笑话 台湾的民主 和香港的民主呢 全都是笑话 大陆现在14亿人民呢 你不能说有一个算一个 那里还有公知呢 对吧 还有恨国党呢 但是绝大部分人嘛 都还对中国的这种体制呢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觉得中国这种体制呢 还是比较为人民的 做事情呢 还比较干正事 对吧 干正事 这是其一 另外呢 效率高 这是其二 这是不错 对不对 你也不能要求说 尽善尽美 实权实美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 是实权实美的呀 就是说你个人 难道说是实权实美吗 对吧 我还没觉得 不是实权实美 那哪一个观众朋友 你能说你是实权实美呀 对不对 世界上最好的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他也不是实权实美呀 但就是对比嘛 没有对比 就没有鉴别 对不对 我们现在呢 经过一对比 中国政府还真是不错的 中国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吧 只要是全国一条心 别出乱 别走前苏联的老路 别有他们台湾 香港 美国的这种 所谓民主的这种乱 中国呢 一定会很快的赶上 并且超过美国 不过这个很快呢 也不是说一年两年 甚至也不是十年二十年 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道路 但是呢 如果团结的话 会比你想象的要快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 应该团结 不要扯后头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